总检察长汤米·汤姆斯发文告指出 自西蒙政府调查 一马发展公司弊端以来 至今已经成功追讨回 3亿2千两百万美元 或者价值13亿令吉的资产 根据文告 美国司法部从前首相 那籍继子李扎 在美国的红颜电影制作公司 追讨大约5千七百万美元资金 接下来 美国在出售刘特佐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帕克莱恩酒店后 不久后也将退还 1亿3900万美元给我国政府 接着 新加坡法庭从去年9月 至今年3月期间 已经归还了1500万新币 还有3500万新币的资金 也准备在近期内退还 汤米·汤姆斯感谢 美国司法部和新加坡 给予全面的协助 让我国成功追回被盗取的资金 所有资金都将汇入 一马公司追回资产账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